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这三大芯片股 还有电动车 还有两只AI股票 还有PayPal 中间我们会有补充中期调整的知识 我们先看标普 标普本周微涨0.56% 周三它出现了十字星 在这里接连五天出现MACD的顶背离 终于在周四又回调 跌破了这条0.786这条线 同时这条紫色的长期阻力线 一旦它站上这条线 这条线就会成为支撑 那么它下周就会先在这个狭窄的区域内震荡 很快就会做出选择 下周周三是FOMC议席会议 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加息 看它怎么突破了 它已经站上这条紫色的线 有七天了 看它能不能站稳 虽然从最高点已经下跌了近百分之一 但是它的EMA它仍然在五日均线上方 下方的十日均线还是向上趋势 那么向上的十日均线就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不要小看十日均线 当它向上趋势的时候 它就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只有当它向下或者变平缓的时候 它才会被击穿 没有那么强 我们看这里 在这里十日均线向上的 这里 股价在这里 触碰到十日均线就会反弹 而在这里十日均线变平缓 它就会跌破十日均线 这里也是十日均线向上 它就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如果股价跌破了十日均线 做短线的就可以离场了 不用等到十日均线再下穿三十日均线了 因为那样跌幅会更大 至少现在标普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我们看RSI已经有上周的七十以上 下行到七十以下 但是DMI它的多方在减少 空方在增加 这黄线向下翻转了 不知道它在这个0.786这个压力线之下 能停留多久 如果它长时间上不去这条压力线 且十日均线下穿三十日均线 上升趋势就会改变 它下方的支撑位有这个缺口 也是前高的位置 4460点 所以下周观察 只要它不跌破前高 不跌破这个位置 它仍然是上升趋势 下面我们看纳指 纳指本周微跌了0.57% 纳指它跌破了十日均线 跌势比较明显 这里的十日均线 我们看到已经有点变平向下了 所以它有可能会被跌破 也就是说它会跌破这个上升歇形 去补下方的缺口 它下方的支撑是这条线 是0.618 最强的支撑位 也是前高的位置 13800多点 如果跌破它 那你的TQQ就糟了 所以同样下周还需要更多的观察 与前两者不同的是 道指本周出现了比较大的涨幅 工业股的复苏 推动了道指的上涨 道指本周上涨2%多 它在这里突破了这个三角形 整理区间 而且一下子站上了上方 这个压力线 它的下一站应该就是前高 36900多点了 但是它现在出现了 RSI的超买 这里还有个时间窗 第89天 所以在这附近 它应该会有回调 而且我们看布林县 它的开口突然放大 但是它的上涨趋势已经形成 我们看MA是多头结构 这非常好 回调也仅仅是回调 不改变上升趋势 道指这段时间的运行 应该是中期调整 了解了中期调整的知识 我们就会提早知道 它在这里 早晚它会向上突破 而不是向下突破 可以早做准备 股票在上涨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有回调 有短时间内的回调 也有中期调整 一般中期调整 发生在一轮 零利的股价涨幅之后 形成一个股价不破前高 但是底部不断抬高的震荡走势 中期调整需要的条件 前期涨幅比较大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第二调整时间比较长 不是仅仅的回调几天 第三调整幅度不大于百分之三十 第四调整的底部不断抬高 我们看道指 从这里开始 有一波零利的走势 涨幅大约百分之三十 然后开始回调 在这里震荡数月 高点不破前高 低点在不断的升高 在这里突破了高点前高 这段时间的调整 应该就是中期调整 我们再看纳指 从低点到现在的最高点 已经涨幅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了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把TQQ换成QQQ了 不是说中期回调一定会来 一定会在这个时间到来 而是我们要提防 中期调整在2021年和2020年都出现过 下面我们看个股 英伟达 英伟达从最高点下跌了百分之七了 跌破了十日均线 短线的如果跌破十日均线 甚至跌破五日均线 很多人就离场了 做长线的呢 我们看它还在布林中线的上方 437是它的强支撑 也是前高这里前高的位置 如果它跌破前高 而且十日均线跌破三十日均线 这个紫色的线 它向下反转 或者跌破三十日均线 上升趋势发生改变 它就会大回调了 上次我们说 像英伟达这种龙头骨 它只有在大盘大回调的时候 它才会大回调 大盘保住 它也就保住了 目前它的上升趋势还没有改变 它十日均线还在三十日均线的上方 我们可以拿一半的仓位 做长期投资 只要它不跌破位 我们就长期持有 另外一半或者少部分去做波段 下一个是AMD芯片公司 AMD以前它是主打CPU 但是CPU在AI上基本是用不上 所以AMD现在开始和英伟达 来抢夺这个GPU的市场 它也收购了别的公司 它的GPU市占率达到百分之十几 它也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公司 AMD最近下跌了很多 跌破了50日均线 现在震荡 如果它在这里不再下跌 跌破0.5这条线 它在这里反弹 这里有一个时间窗第55天 在这里它向上了 或者它在这个区间调整更长时间 我们不是刚刚看过中期调整吗 或者它在这里中期调整了 那它最后一定是向上突破 所以我们逢低买入 下一个是英特尔老牌的芯片巨头 有这么一个事实 就是英伟达的GPU 有的在AI上用不上 它只是用在游戏业务上 那么这部分作为AI使用的GPU芯片 它就会浪费了 如果能有新产品出现 仅仅针对AI的业务 那么这款产品一定大受欢迎 因为它可能成本比较低 所以英特尔有可能成为 这方面的一匹黑马 AMD也有可能是 我也准备在英特尔在风低的时候 买入一些英特尔 英特尔现在基本上是上升趋势 只是这里有一点 200日均线还在这里 它现在是一波比一波高 而且底底高 下一个是Tesla Tesla周四在这里跳空低开 大跌9.7% 它现在是暂时在30日均线处 紫色线这里得到支撑 这里也是0.5的位置 收在260 如果在3到5日之内不能补上上方缺口的话 它有可能就会跌破 这条线下行去补下方的缺口了 它下方的支撑位是布林下轨 240 我们说急跌不抄底 所以在这里Tesla暴跌10%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观察 如果它能在这里下方 起稳得到支撑的话 我们才能抄底 电动车的股票很多 一时间群雄并且 像Tesla Rivian 福特 尼古拉 还有FSR Nil 利 但是我们 应该有一些Tesla 作为价值投资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Tesla波动很大 可以拿一部分去做波段 其他的电动车股票 目前还没有说可以做价值投资的 目前电动车在所有车辆中 所占的比例是7% 据说 2035年就停止制造染油车 那么电动车的前景该有多大呢 Tesla在全球所占的份额并不高 在南美澳洲占有率比较高 达到70% 在2023一季度 雪佛来占据了7.7% 福特占据5.2% Rivian占据2.8% Tesla的份额下滑至60% Tesla最显著的是它的技术领先优势 它第一个是自动驾驶 它的FSD有单独的优势 FSD也是一种AI 所有的车 Tesla车型都和服务器相连 或者说服务中心吧 这是一种车联网 当一部车遭遇未曾遇到的情况 会反馈到服务器或者服务中心 Tesla服务中心会修改算法 进行升级 再反馈到所有的车主 所以用户体验会很快的提高 它的迭代也很快 不断的升级 就像Window不断升级一样 自动驾驶分为五个等级 最高级别可以脱离人类的控制 或者干预 但是仍然是强制性的要求人类干预 法律不允许它脱离人类的干预 低级的呢 它这个自动驾驶 它也有自动趴车呀 感知周围环境啊 可以看到车辆行驶过程中 前后左右车况啊 速度等等 其他的品牌的电动车 可能是能做到第一步 第二呢 是Tesla它的核心组件 比较独特 比如说它的电池啊 电池管理啊 电机啊 这些技术比较独特 我们看它最高级的这个Model S 它的续航里程达到637 然后它这个在2秒之内 2.1秒之内就可以提速到0到100 这是非常的惊人 非常的快 一般的来说像那个宝马呀奔驰呀 它就是10秒也就差不多了 不是有一个10秒俱乐部吗 就是好车 它们的车比较快 也仅仅是10秒 但是Tesla达到了2.1秒 还有Tesla的速度达到了322公里 几乎赶上中国的高铁了 另外它的功率也是比较大 1020 这些都是它独特的技术优势 第三个优势呢 就是Tesla它有一体化压注 减化生产流程 降低生产成本 就是说它不需要零碎的组装 比如说上海工厂不就是给它生产出了一个大组件吗 但是这种一体化压注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如果其中有一个零件 一个组件坏掉了 它就得整个坏掉 当然它要保证它的质量 第四呢 就是Tesla它不做广告 一般的企业它的广告费最少占50%的销售额 新品广告费会更高 但是Tesla不做广告 这就降低了很多的成本 Tesla的估值也是400多 是430了现在 所以我们要逢低买入 下一个是Ravian Ravian它正在形成多头结构 我们看所有的均线都开始向上 即使200日均线也开始向上了 它在周五出现了MCD的顶背离 也许它会回调 它的DMI也在形成了4X 它下方的支撑是这条线 22.8 我们看它在这里 周五的时候在十日均线处得到了支撑 它的最低点正好在十日均线上 所以十日均线我们说它是向上的时候 它是很强的支撑 只有当它变平缓或者向下的时候 它才会容易跌破 如果它在这里跌破了十日均线 短线卖出 等合适的时机再进入左波段 下一个是Google 有朋友问到Google Google最近呢 它跌破了30日均线 在50日均线中期这里得到了支撑 它接下来可能还会调整 它在这里调整 它也许会有是中期调整吧 这个股票 爆发力不强 近期没有上涨催化剂 但是作为AI股 它也是不错的选择 也许在这里 117这里 如果它能在这里得到支撑 它会很快的谈起 不需要中期调整 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种股票逢低买入 最后一个是PayPal PayPal呢 上次说我们不能在这里买入 还要多观察 虽然它现在是低估值 低估了很多 但是我们也要等它 变成上升趋势的时候 再入手 它貌似正在形成上升趋势 但是还需要时间 看它在这里突破了这个 长期的下降趋势线 但是仅仅突破了一点 然后周五是有回踩这条线 它也很有可能重新跌落 这个下降趋势线 我们看这里是一个下降楔形 它是上涨的信号 但是我们也要等待时机 等待突破点才能买入 等到它下次突破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也许是买入点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和转发 有问题和看法请留言 我会不定期的更新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